東香港人第一次在加拿大經歷下雪 很可能也會有這樣的反應 哇!雪啊! 幫我拍照 這個Winnipeg的橙雪隊非常有效率 通常第二天就會把所有雪橙殺上行人路 所以可以體驗一下在行人路上流冰的感覺 為了照顧一些不懂流冰的人士 通常在路的兩邊都會堆棄這些由雪和泥造成的冰山做符手用 為了照顧一些沒有車的人士 這裡是有巴士提供的 還有一個APP可以實時查到班次的情況 但是這裡的巴士 有時候跟某個地方的警察是非常相似的 當你很需要它的時候 它是可以不出現的 明明只是10分鐘的路程 但是等了39分鐘 巴士還是未到的 當你生活了幾年之後 可能也會變成 哇!暴風雪啊! 不過應該不是很冷而已 出去買一杯飲料 加拿大的冬天真的非常冷 但其實我覺得香港的濕凍才是世界第一 所以這些暴風雪相比來說 只是雞毛雪皮而已 所以 It's just another normal day in Canada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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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